因為明年的子惟雖然是畫權的 可是舞曲是畫季的 這時候就是要借貪 我賺到OK 可以了 滿足了 剛講 你這時候貪了 反而可能把賺的全部又一次回去了 那因為今年的任意 引你木 木也會來生活 他剛剛好年初就來生活 所以讓你年初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大力多 就感覺好像非常的不錯 老師 哪些子惟命格的人 不要講當年 當年已經過去了 今年2022年 可以數錢數到首抽金 可以買豪宅 念公園 住八樓 你看他剛剛講的 其實邵緯他們那時候是 年輕限制了想像 對不對 但是我們來看 2022年 淫公 我一看到孫總這張命牌 你看他的命公 有沒有看到 連徵天相 是 這真的是一個快意恩仇的命牌 就是有仇報仇沒仇 念身體 對 所以我問過余美人 我把握以前的過愛都在減少 包括經典唱片 找我出門 小豬的事情 我說 哪一個小豬 羅智翔 對 我說 美人啊 哥哥會不會在變態啊 都在報仇 他說不 你在減低心裡的掛 好 他好棒喔 對喔 好棒喔 是喔 來 是 所以你看這張命牌 我們說立志要當有錢人對不對 但明年的營年 營公 你看那個營公的位置 營公 不是那個營 因為那個玄公 你看這個 就在他的財伯公 是 還只為天府 所以我還會賺錢 所以你可以看這張命牌 這個財伯公本身就已經是個發財命了 對不對 然後明年2022號 我已經放棄6千萬了耶 聯電 再見 這樣的人是不是很有魄力對不對 但我們先看了 第一個 不是你 貪狼加上火星這兩顆星 其實了解紫薇斗數的人都知道 這兩顆星所謂的主爆發格 爆腹格對不對 明年2022年碰到貪狼火星的朋友 這時候就要去注意了 就像剛剛講 孫總的17塊丟掉你一巴接過來 就變了六七十塊了 這差別很大了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 為什麼貪狼火星會主爆腹呢 其實有的時候是 穿鞋的打不過赤腳的 貪狼火星這時候越是窮 越是走到絕境的時候 敢搏那一把 他反而爆腹 所以不是每個貪狼火星都能爆腹 我很敢賭耶 對 這是你這張命牌嘛 但我剛剛講的是 走到貪狼火星這個命格的 是 第二個 子為天府 是 剛好中 你看我們孫總 你明年的子為天府 而且又是你的財伯公啊 就是我不要錢他也會記得 對啊 意思是說 請你健康的多留兩年 還能賺錢 其實我們看命盤 我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像他這個財伯公 子為天府 忘得不得了 對不對 可是在子為命盤裡面 財伯公的隔壁就是 極惡公 就是健康 所以有了錢之後開始 花錢去買健康了 為什麼 因為年輕的時候不會覺得健康多重要 那時候是拿命去搏 對啊 但是一旦到了這個時間點 由不得你了 對吧 所以我們看到子為天府 明年是發財年了 可是發財年的同時 如果今天你是三十歲的子為天府 跟你六十歲子為天府 概念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剛講的他現在在減少他心裡的掛礙了 可是年輕的時候發財我要更多 所以不要以為子府就一定賺 你這時候一貪了 反而翻船 賺了錢就要收 所以你說我把六千萬不要了 可能會來一億二 是的 所以其實這就是所謂的 可能會來一億二的精神糧食 對 接受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明年的子為雖然是畫權的 可是舞曲是畫祭的 這時候就是要借貪 我賺到OK可以了 滿足了 剛講你那時候貪了 反而可能把賺的全部又一次回去了 好 那再來第一名的是天良心 天良在2022年是畫路的 但是天良這顆星啊 相對來看比較保守謹慎 所以當它畫路的時候 是不是這時候就要讓自己行動 要積極一點 比如說 為之很積極耶 我沒說到你 你剛才收服都要去做了 講到這個你真的是積極 對啊 我超積極 有餘面對 樂觀面對 可是這也就是他的本命 連真天相 這張命盤本質上來看就是 信自己啦 所以我們講啦 從命盤的角度出發 各位 我們馬上搬回去給孫總了 因為美光燈一定要在他身上的 我這邊趕快結束 但是各位 中獎的朋友 一定要把握 贏功的好機會 來問一下艾菲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2022年就要擺脫 隨運了 可能是轉念 可能真的是好事來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的題版 2022年就要轉好運的這個星座朋友 就要脫離隨運了 那麼這個有上榜的朋友 都是在2021年運氣比較弱的 但是來到2022年 整個運氣就是要大奔放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大家參考一下太陽以及上升星座 那麼第三名上榜的星座朋友 恭喜是巨蟹座的朋友 那麼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2年要擺脫什麼樣的 水運轉好運呢 它是屬於波雲見日 紅圖大展 那麼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1年 其實一度有一個非常好的事業風光 但是來到2021年的下半年 巨蟹座的事業運勢 稍會遇到了一些寒流 遇到一些冷風 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 那麼這種波雲見日的機會 到了2022年可以正式打開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是巨蟹座的朋友 在2021年 還是持續受到一些疫情的影響 讓你的工作不穩定 或者是你的產業比較不穩定的話 那麼到了2022年呢 能夠正式脫離水運 能夠獲得好運氣上門 在事業的部分可以多加期待 那麼不要去受到朋友 對於你的負面評價 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有信心 再來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級上升星座 如果是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2022年呢 也要脫離水運轉好運的星座 這哪一個部分呢 是在財運的部分 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2022年獲得了財神的眷顧 而且呢償還了債務 那麼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是水瓶座的朋友 不管你是自己經商 或者是說你是呢 有一些房屋貸款 或者說有一些銀行卡債的問題 或者說不是你的債務問題 是你家人的債務問題 在2021年 如果說此刻你非常覺得沮喪的話 那沒有關係到了2022年 你都會獲得財神的眷顧 能夠脫離一些欠錢 被人家追債 或者是家庭裡面 因為一些金錢的問題 爭吵不休的狀況 因為2022年呢 你會有非常好的財運出現 別人欠你的錢呢 他到2022年 會真的非常誠實的還你錢 所以呢財務的平衡呢 可以獲得滿足 再來我們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跟上升星座 我們看一下觀眾朋友 或是來賓有沒有人上榜 雙魚座的 我們看一下現場呢 可能沒有人上榜 可能是觀眾朋友 雙魚座的朋友呢 在2022年呢 能夠獲得一些好運氣 能夠脫離睡衣 什麼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是才華受到肯定 受到了重用 那麼這個雙魚座呢 如果是你是做創作的人 或者說你是做一些創意的 你是做行銷的 你是做廣告的 都能夠非常好的 獲得一些創意上面的一些靈感 你的作品 你的才華 在2022年呢 能夠獲得貴人支持 你也能夠更加的 有名聲有名氣 有上榜的朋友 水瓶座 巨蟹座 以及雙雲座 2022年 都能夠順利擺脫水運 做好運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2020年的新春 到底誰的那個 能夠收穫滿滿的 我們來看看 來我們來看第一名 屬豬的人 屬豬的人 記得 因為他是四海風光 葫蘆自來 因為屬豬今年是任營年 任營年屬水 那因為害也是屬水 就是水跟水 就是水去挺他 所以你這個過年一來的時候 因為去年其實豬的過的 不是很理想 所以說今年一來的話 他就整個感覺好像貴人都到了 整個賺錢的契機都到了 那因為這樣子 他就會貴人很多 因為貴人很多 可能公司就會賺很多錢 今年可能他的年終獎金 就莫名其妙的 好像自己的那個 整個那個什麼 你的存款簿上面 就這樣子增加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感覺 所以屬豬的人 今年應該在年終獎金上面 你就會看到很多錢 就是等於是你的 正業的收入會很多 所以新春期間 因為收入很多 會來自於這些 就是你之前的年節的那個 年終獎金 是 再來我們看看屬蛇的人 屬蛇人去年也是 過得不是很理想很順暢 那今年他是 筆記太來有利可圖 因為屬蛇的人 屬蛇是火 那因為今年的任營營營木 木也會來生火 他剛剛好年初就來生火 所以讓你年初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大利多 就感覺好像非常的不錯 你走到哪裡就感覺 好像你如果說 你去人家那邊抽個獎 你去抽也會抽到 英貴獎就是說利多很好 所以說是在金錢上面的獲利 就會相當的好 所以財運接下來也是會有利可圖 所以說淨財的機會相當的多 光是那個今年你可以說收到紅包 特別莫名的就是 可能多位來自子女的 或是先自己來自兄弟姐妹 他也會覺得說 我今年就是想要包一個紅包給你 紅包的收入就會比去年更多 就是我們講說獲利方面 就是收入方面就會非常非常的不錯 再來我們來看看屬蛇的人 屬蛇的人 因為今年有這個龍德星道 讓你的財運曙光乍現 整個那個財運好像整個會好起來 去年屬蛇的人也是過得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浮至心靈出現契機 那這個浮至心靈出現契機 在你這個應該講說 不管你去買一個什麼大樂透 樂透財什麼這些東西 你都會莫名其妙的刮刮樂 都會刮到錢 還有就是有時候朋友說來 我們來山 山肉稍微摸一下 那可能就是你就會很 就會贏錢 你就是會過得就是贏得很好 整個那個這個新春期間 你好像都一直在收錢 所以可以講說這段時間 碰到你的人都會叫你獲利財王 所以說整個新春期間 是有很多獲利滿滿的 收穫滿滿的 來來接下來李玉佩老師 哪些姓名筆劃的人 2022年新春將會 會贏來好運 好的 我們今天的名字 其實三個組合都要看 人格 地格 跟總格 大家就把人格 地格 總格的筆劃 拿出來對對看 在這一年當中 你新春會不會贏來好運 像靖怡 她的人格是28 地格是25 總格是27 那葉廷人格23 對到地格24 總格是32 好 觀眾朋友 你的算好了嗎 我們來看第一個組合 我們要看的是 總格跟地格 第一個組合是沒有人格的 那為什麼會好呢 是因為口袋滿 財運很好 當你的 第一個總格出現了 10 17 27 敬儀 你已經是贏在旗袍臉上面 真的 35 37 40 48跟57的人 那這些筆劃的朋友 為什麼在2022年 他會口袋滿財運好呢 那不管你是哪一種行業的人 你的財運好是完全來自於 你的自己的努力 我舉例來講 比如說你現在是一個直播主 那你的財呢 你叫做先求名後有財 因為當你的點閱率 你的曝光率高了 自然而然 你的財也就跟著來了 所以呢 前面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人氣 但是你不要洩氣 你好好經營你的人脈 你的人氣 自然而然 你慢慢慢慢你就會發現 你每個月的訂單 你的業績其實是增加的 那換句話說 像做業務的朋友 今年也是靠你的專業在取財 所以你今年的獎金也好 你的抽成也好 其實是非常非常豐碩的 你不用擔心賺不到錢 賺不到佣金 你只要擔心你是不是夠努力 所以你可以用 現在跟去年同期來做比較 做業務的朋友 你會發現 你每一期 每個月跟你去年來比較 你的收入其實是增加的 所以在業績上面 業務朋友也是大豐收的一年 還有一個這個筆畫的人 在2022年其實他最好的是來自於他的投資運 那這些筆畫的朋友 他們其實對自己的投資 有他獨到的見解 也有自己的一個敏銳度 那因為自己的敏銳度在2022年來講 在投資上面是可以創造一些獲利的 同時他們經理有一個貴人 貴人是來自哪裡 就是比如說禮磚 你可以遇到一個很好的禮磚 提供你很好的一個投資的工具 這不大不小也可以創造你一些收穫 那總而言之 這些筆畫的人在2022年來講 別人錢財不景氣 他們沒有不景氣的 那老師要提醒大家 像之前 我們在過年都有 我們節目提供有很多的那種 招財的小秘法 那不管你用哪一種 你只要你覺得這個很適合你 你就放在老師提供的方位上面 其實對你來年來講 這個求財來說 可以是風風火火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叫做綜合運勢都很好 我們要看的是人格跟總格 那葉庭是23對到32 然後18對到27 好 什麼筆畫的人呢 19 20 23葉庭 25 29 38 39分47的人 好 這些筆畫的人在2022年來講 他的綜合運勢 可以說是都很好 算是一個福氣滿滿的人 那這個綜合運勢 包含了工作 錢財 學業 感情 其實都有很大的一個提升 所以要建議對到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當中 不管你做什麼 你定了目標 你就全力以赴 你自然你就會有很好的一個成果 就好像我們以工作來講 在工作上我們都或多或少都會給自己定一個年度的計畫 可是有很多人定的是安心不會去執行的 可是這些筆畫的朋友 你定了之後你會去執行 你會發現在這一年工作當中 你找到了歸屬感跟成就感 所以2022年是自己在工作上提升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計畫定不是定給自己安心的 你去做你會發現在年底的時候 你今年的收穫真的是還蠻大的 當然在財運上面他們也很好 雖然沒有說大發財 但是在2022年財運是很平穩的 人家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你還是吃香的喝辣的 在感情上面沒有桃花的人 會在這一年當中也開出一些小桃花 最重要是貴人很給力 碰到任何問題任何挫折的時候 總是會有人適當的 出現來幫你一把幫你度過危機 當然在學業上面 同學們只要你有努力去讀的話 我相信在這一年讀書的專注度 其實是OK的 健康運也不用說 就算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可是吃了藥之後 睡一覺起來又是活龍一條了 不管你2022年對到的是 口袋滿財運好還是綜合運勢都很好 總之這些筆畫的人 在2022年都是風漂雨順的一年 所以好的開始 我們都說是一個成功的一半 既然你有好的開始 那就延續下去 照著你的目標 你這腳步走下去就對了 這兩個組合給大家做參考 來 接下來我們的小孟老師 是 我們每天都聽到印度神童煩死了 我們要聽我們自己的老師來 給我們塔羅占卜 2022年我會賺到錢嗎 沒錯 你看剛剛大家講的都很哀怨 對 所以小孟老師今天要告訴大家一些好消息 對 就是我們來測一下2022年我會賺到大錢嗎 對 那我們有五張牌 那大家就是來選一張 那我們就先從那個就是我們的田大哥 大權 憲哥看你不要選哪一張 我選2 2 對 我選3 3 4 5 5 我選4 4 我選1號牌 1號 還有幾號沒人選 那個4沒有人選 那個4沒有人選 好 4號給我 我選 好 那我們兩個4號 4是4 好 對 那我們就先來看選到1的觀眾朋友 好 那選到1的 重道小獎 不無小補 好 那我們的好運之術 發票要記得對 沒錯 沒錯 65分 就是艾老師你選第一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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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身邊有一些統一發票 趕快要收集起來 來對獎 而且如果你想要參加一些像什麼 百貨公司的抽獎活動 或者是春酒尾牙的抽獎活動 幾點數換鍋子 沒問題 是 你都可以抽到還不錯的獎項 是 是 是 雖然不多啦 但是不無小補 那如果說選到2號牌的 哎呀 戰車牌 投資勢力 擔心破財 對 所以說 選到2的觀眾朋友要特別小心 如果說你在2022年 如果說想要買一些股票 基金 外匯 你要小心留意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5的 命運之輪才來才去平安四福 百分之七十分的好運 但是都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錢都還是會進來 只是說留不住而已 所以老師建議你在2022年 可以的話 可以把那個錢放進去這種 高值利率的股票 或者是這種定存型的這種股票 或者是債券型的基金 對 雖然說那個獲益 並不是很高 因為並不是說 要玩那種活的久力的多的 當然當然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4的 這張牌 太陽牌 聽到名牌有所獲利 要恭喜 你也是選到4嗎 對啊 我跟湯老師 對 跟湯老師 對 有85% 代表是說你在2022 會聽到有人告訴你 就是哪一檔股票基金 哪一種標的類股 標的物會賺錢 你要趕快去買 那如果說你在過去 已經有一些獲利的東西 其實你都還可以再加碼 就是不要害怕 所以說你在2022年的話 對 都可以有大有獎獲 那我們來看看選到3號牌的 要恭喜你喔 魔術師 對 業績提升重到大獎 100% 這張牌是最好的 誰選的 對 憲哥 憲哥 是是是 對 那如果說 魔術師呢 這張牌代表是說 如果說你是創業者 對 你在2022年 就是說你在你的業績方面 雖然現在景氣不好 內需不好 內需不振 但是你都可以逆風高飛 那如果說你從事的工作 是有業績型的 哇 恭喜你喔 你的業績啊 會蒸蒸日上喔 那不管你以上 你選到的是哪一張牌 小夢老師就是要建議大家 2022年也是我們虎年 大家都有一個方式都可以賺大錢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多穿黃色的衣服 或者是金色 橘色的 因為老虎的那個皮啊 它就是金黃的 是是 或者是多吃黃色的水果 或者是金色的 橘色的這個蔬果 都可以讓你整體的財運滿分喔